我就記得有一年 然後他從大陸回來 然後要選舉 然後明天要選舉了 今天晚上大家 全家都在家裡面 看那些 你知道前一個晚上 一定是每一台都在播 選情之夜 通常媽媽跟孩子們看電視 一定會講話說 這個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真的有問題 然後我覺得他話中有話 我們通常都會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他說媽 你不要以為你們這樣子 看表面上你們就認為 這就是你們知道的事情 這件事情不是你們那些 一般歐巴桑會懂的事情 我活來了 我們兩個年紀相差18歲 就你會覺得說 其實真的實在是 我也真的不懂事 我不知道怎麼去當一個媽媽 因為當爸爸媽媽 都應該有很大的度量 但是我那時候我沒有 因為我總覺得 我說什麼就是什麼 我覺得這就是度量 我覺得我做到我 我做媽媽的一些度量 這是我想說的話 這是我昨天晚上想了半天 我想說今天要來講母女的感情 真的還假的 對 我真的覺得是我懂事了 而且是我有度量了 所以我才跟我媽相處得這麼好 讓妳們討論一下好了 我覺得是兩個人都有同時成長 就是我覺得 我們剛開始相處的時候 我們都太像小孩子了 就是我也 那時候我覺得我也在學著 嘗試成為一個大人 然後他也是 其實 所以我們兩個就常常會槓上了 那你們會吵架嗎 當然會 為什麼事情 男人 我覺得不是 對啊 你可能覺得這男人不優 阿寶覺得很優 他從來 他從來不敢為了這個事情 跟我吵架 他可能只會在心裡面想說 或許我在想 這些現在的年輕人 或是想說 他會想說 關你什麼事 可能他會這樣 他一定不會再當面跟我這樣子 那我... 我有時候會過度關心 我覺得應該是 怎麼樣過度關心 他媽媽都會 因為他是女兒 你都會覺得 會有危險 不是...不是危險 是 不要重複他重複的錯誤 就是 我覺得就是做爸爸媽媽 尤其是做爸爸 都永遠都會覺得 自己的女兒的男朋友 不配自己的女兒 那你們的感情很好 但是你們曾經為了選舉吵架 我真的一定要說 不要說誰支持誰 反正就是怎麼吵架 我們沒有因為支持的原因是吵架 我就記得有一年 然後他從大陸回來 然後要選舉 然後明天要選舉了 今天晚上大家 全家都在家裡面 看那些 你知道前一個晚上一定是 每個每一台都在說 選情之夜 通常媽媽跟孩子們看電視 一定會講話 說這個我覺得他... 我覺得他真的有問題 然後我覺得他話中有話 我們通常都會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他就說 他說媽 你不要以為你們這樣子看表面上 你們就認為 這就是你們知道的事情 這些事情 不是你們那些 我火來了 我那個火就上來了 你知道嗎 其實要... 大家還沒在吵的時候 我已經準備好說 我們到全家約好 明天我就去南門市場 買東西回來熬湯 然後我在家裡面做菜 然後回家一起去投票 投完票回家 媽媽做菜給你們吃 然後一起看那個... 開票 不是很好嗎 好了 他一句... 一句這樣子說 你們這些歐巴桑 不要單看表面好不好 我那火就來了 我說你這話什麼意思 是我們歐巴桑書讀得不多 我們不懂是不是 然後他就說好 他叫我來 他說 跟他講 跟他講 選舉不關我們的事 我回家了 他就上去了 我自己越想越起 第二天一早 不等他們 我自己去投票 火大 幹嘛要等你們投票 投完票之後 不想回家 就去坐在我們家樓下 那Star Bus 坐在那個地方 然後我小女兒打來說 媽 你在哪裡 我們全家都在等你耶 等你回來煮東西耶 我說告訴他們 我不回去了 他說 什麼事情啊 然後我小女兒就很緊張 他說 你們是誰 誰惹了我嗎 這樣子 然後珍寶又一步很步步說 不會是我吧 我們是因為這樣子啊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 這跟選舉真的無關 沒關係啊 在我客觀的判斷 是三個字 怎樣 如果說你當時講 你們這些大姐都不會了解 他就... 爸爸就...對啊 我沒關係 我們大姐嘛 歐巴桑一出 我跟你講什麼理由都完了 那你要不要平反一下 你那天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其實... 其實就是我嗎 差不多這個意思 那我給你一個良心的建議好了 你以後要怎麼講 政治啊 不是你們這種 不食人間煙火的美女可以了解的 這樣你爽嗎 馬上煲湯 快 快 煲三個 今天煲三湯給你們喝 問題點出來大家快樂 你們兩位對男人的眼光 差別很大嘛 很大 很大 所以阿寶帶回去男人 你沒有一個認為好 他也沒有帶過多少個 總有嘛 對不對 就是你沒有認為一次是好的 就對了 就還是有地方會嫌啊 對不對 不會啦 我覺得小鐘挺好的 小鐘 你真的都沒看報紙耶 你這樣怎麼做主持人啊 小鐘 你不要再說這麼好不好 你那什麼表情 沒有...沒事 我覺得我一直都認為 其實阿寶就是 阿寶看我應該是一面鏡子 我跟他兩個人的個性 我們對人對事的一些想法 都非常非常像 我三個女兒唯一最像我的就是他 尤其是個性 對工作上面什麼都是 我希望他看到我這個鏡子 那我看...從他身上我也看到我 原來用這樣子的語氣講話是不對的 我也在學習 我到現在還在學習 然後他應該看到我 媽媽一路走過來 我這麼倔強 我這麼告訴我自己說 我的眼光就是OK的 但是我是一踏塗地的 就是我還是... 讓人家覺得說 你怎麼會這樣子 你的眼光好到哪裡去 你完全沒有說服力的 所以我... 完全沒有說服力 我對男人 我覺得我相信大家都認為 我是一個沒有說服力的 就是我選男人應該這麼說吧 那剛剛這樣講下來 那所以說阿寶妳也喜歡小鐘喔 沒有啦 但我覺得他對妳挺好就好了 你怎麼太要說什麼 我媽喜歡就好啦 可是我其實... 沒有 當然啦 我們兩個我覺得 比方說他前一陣子 非常喜歡裴詠俊 那我就覺得 應該是沒有人不喜歡裴詠俊 來 裴詠俊來了 1 2 3 對 寶寶 開始 我媽快哭了耶 好感人喔 怎麼變了 裴詠俊 妳這樣太傷中年婦女 不是 不食人間煙火的仙女的心了 是... 嚇死我 這樣好了 家裡面眼光不一樣 那寶媽去講 妳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人 然後再來阿寶講 妳喜歡什麼樣類型的男人 我喜歡的男人 大方 要有大氣 大氣 就像他爸爸這樣子 但是長相應該會比他好一點 那是要年輕 然後我真的很喜歡他爸爸的大氣 這是我是最欣賞的男人 我覺得男人就應該要這樣子 我不喜歡 縮頭縮腦的那些男人 要不然妳就是走出來 妳是男人 妳幹嘛躲在後面 叫人也不敢 妳叫打招呼也不敢 這樣 我不喜歡 我唯一 我唯一最... 最想要的男人是這樣子 那阿寶呢 我喜歡... 我喜歡聰明的 有想法 工作認真的 對 大氣也不錯啦 大氣 大氣 長相也是... 不挑 也挑啦 還是要挑 還是要挑一下 但是重點是... 重點是要聰明 就至少可以溝通 要懂... 對 要懂 要知道你在哈啦什麼就對了 對... 妳現在選擇男友的狀況 跟十年前一不一樣 我現在比較學會一件事情就是 我不會覺得 因為兩個人要在一起 所以我們必須要 互相改變對方些什麼 我再也不會這樣子 因為人是不會變的 他這個反應是 給鏡頭裡面的那個 我個人是希望全天下的女男 都要學學阿寶